15分鐘 主席早 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您辛苦了 這段時間辛苦了 我今天是想要從我自己的專業角度上來跟院長献策 因為我們的防疫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還是會有一些破口的 因為我們蔡總統在3月18號他就已經發佈了 說國境的管制要再升級為防疫 然後總統也說 我們的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的防疫是超前部署 可是在全民防疫的這個時間 時期內 我們各界都試圖的要去找出防疫的漏洞 試圖防堵 但是這中間還是有很多看不到的問題 看不到的威脅 不管是從海 空 會有一些人設法透渡入境 也有已經在我們本島的路上的 所以海陸空都有威脅的 比如說 我不知道院長知不知道我們去年11月 其實在桃園踢場有抓到一個老外 這個老外 到現在在台灣已經快五個月了 四個多月了 他是誰 叫做什麼名字 從哪裡來 我們通通不知道 在我們的司法文書之中 我們把它叫做A男 A男 馬上要出獄了 那我比較懷疑的是 為什麼這四個多月來 政府查不出他是誰 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因為我們是有這樣實力的 院長知道 在您的這個領導之下 其實台灣的警察 是全世界都會豎起大拇指來 來給他比戰的 我們在前幾年破了一個 已經困擾歐洲十年的一個 國際詐騙集團 在第一銀行的盜領案 我們破了 那我們其實 從院長開始的支持 我們現在在世界很多 我們駐外的使館之中 我們有警察聯絡官 所以雖然 中共不斷對我們打壓 可是我們還是有進行很多實質的 國際警察合作 為什麼我們沒有透過這些外館的 警察聯絡官去尋找這個老兄到底是誰 這個是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呢 還是怎麼樣 不了解 那麼我要提的第二個案例 是發生從海陸上來的 就在前幾天 3月21號 我們海巡 海巡署 在屏東小南門 不是小南門 對不起 屏東的這個小琉球 其實查獲了一艘我們台灣的漁船 偷渡三十一位 三十一位越南人要來台灣 院長 您覺得我們的國境管理真的沒有問題嗎 謝謝委員 從專業角度也給我們工作同仁團隊很大的肯定 確實我們盡心盡力 但是難免有一些案例 確實我們基於各種案例的實際發生情況 我們都不斷檢討希望能防堵 那這兩件我請 部長給你做一下說明 是 跟委員來報告 像那個剛剛提到的A 這個其實他怎麼通 因為他都是不講話 他從頭到尾都是保持監默 包括在偵查中 在審判中到現在為止 他是一句話都不講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應該是俄羅斯 他會講應該是俄羅斯的話 大家聽得非常清楚 應該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是透過各個管道 希望能夠查出他的身份 那現在縱然說如果 他因為變成說他如果出議了以後 顯然的我們要強制遣送回他的國家 現在他也不講也沒有身份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 我們在我們的陸出軍移民法 那只好這個蜚羽收容無法強制 最多一百天而已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來看看怎麼樣 來處理這個A男出來了以後 一百天以後 怎麼樣的這個問題 我們會來處理 部長我知道您很認真 但是我覺得這個案子 真的是沒有獲得您的重視 否則不會辦得這麼落差 因為我們其實警察聯絡官 或者是我們其實Interpol 他有幫助巡人的黃色通報 把他的照片 把他DNA 甚至於指紋區 說不定查出來了 但是我們剛剛談的那個海運上面 偷渡的這31個 你看疫情這麼嚴重 還是有很多人要逃到台灣來 這個其實我們台灣現在是非常有信力的 其實我們有透過私下的這些相關的我們國家 拜託他們來幫忙找這個人 因為Interpol的我們現在不是會員國 中共也一直在阻撓我們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從那裡去 透過只有重大的刑事犯罪才會有它的相關 但是我們其實在2月份我們有一個確診案例 第32例是失聯移工 那我們3月19號其實還有一個發燒38度的失聯移工 在送檢的過程中逃走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防疫的破口可能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其實從院長在上一次當院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的移工不過33萬多 到現在已經快要72萬了 那警政署的統計告訴我們現在的這個外籍人士在台犯罪的 有七成以上是外籍移工所做的 那我們的整個失聯的移工現在是48000人 我覺得當然我看到移民署最近在3月20號推了一個擴大自行道案的方案 然後就降低這個罰則是可以只要罰2000元就可以了 是鼓勵他們站出來 可是這樣真的能夠降低防疫漏洞上的威脅嗎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在各司其職互不聯繫的政府 他們有多久我不知道院長知不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抓不到 比如說像偷渡客失聯移工我們抓不到 抓到了我們又罰不了 包括像A男或失聯移工 還有呢是就算合法的移工 我本期因為出身警戒 我很多的學生來告訴我說 老師你知道那些合法的移工進來之後 他們已經列入這個必須要居家隔離的 要我們去幫忙聯絡 因為他們會移動 可是言語不通電話不接 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 院長我剛剛所提的這些 其實不僅只是防疫的問題 也是有關於人口販運的 比如說我們3月21號海巡署他所提的 這個所攔截的 這31名越南偷渡客 我們應該就要繃緊 我們對國境安全防護上的這個神經了 不知道院長您同不同意我這樣的見解 委員確實我們應該要繃緊神經 所以隨時隨地警惕 至於誤會之間說沒有聯繫 管不了燈 其實委員誤會 我自己都親自主持 包括我們內政部 包括我們海巡署 甚至於包括勞動部經濟部 我都曾經對這個特別要求 研疑管理 至於現在這個所進來的這個 無論是海防 無論是相關的這些偷渡等等 我也都特別要求海洋委員會 我們主委給你報告 我向委員報告一下 對不起委員長我先簡單講一下 那個語言的問題 委員你很了解吧 我們疑名訴 什麼語言的人才都有 絕對跟外交部可以比擬了 所以我們這些人 都會在這裡 會去幫助所有居家檢疫 包括移民署跟我們的外市警察 很多外市警察 也是委員的學生 他們其實都有在參與 所以語言的翻譯問題 沒問題 我們這邊會全力支援 你做你的方式 拜託部長多多關心計程員姐 因為每個人都想要把事情做好 都很認真 他們反應的就是 老師現在要怎樣 電話卡不通 還是我們去農問 理長也不會我們去 理長也很認真 去農問 他自己當作 我們聽不懂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會全力來支援語言的方面 這個我們移民署跟外市警察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沒有問題 我一定全力支援 但是因為他們一進來 這些合法引進來的外勞 一禮拜後 都進入我們的全民健保 也進入我們的居家防疫的名廠裡面 警察馬上就接球了 接球了之後 但是配套的 配套的 比如說我們的外勞查查員 我們勞動部 外勞查查員 還是這些通議人才 我知道移民署也很多 移民署是足夠的 是呀 但是 這些都散在各地 就是 警察有需要 他們想做好 沒有辦法去做 還有 部長 剛才你在這裡 我非常感謝院長跟部長 我在一上任開始 就去呼籲說要給警察口罩 那時候他們地方上臨不到口罩 感謝議長 你馬上就阿三里 所以說 外勤的同仁每天至少一片口罩 但是現在說中心話 他們現在比如說也去查夜店 因為還有很多的場所 因為我們太多 我們有太多的留學生從外面回來 但是我看到我們同仁去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同仁去的時候 畫一個 議長跟部長 畫到的口罩 真正是不夠 我們在國外已經看到有太多 太多 在第一線人員染疫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警察 跟民眾實在靠得太近 報告一定報告 放心 委員 我一定跟疫情指揮中心來拜託 我們第一線 一定報告 你很放心 感謝 你放心 委員特別跟您報告 有關這個海上偷渡的這些 其實從2月4號開始 正常的這個商輪跟客輪的這個停航以後 我們就意識到這個海上的偷渡一定會一直去嚴重 所以說也遵照了院長的指示 海巡署做了一些超前的部署 第一個我們就做情資的加強的收報 做交叉的比對 然後做分析研判 第二個我們把海上的情物的 巡邏的情物的密度增加了 第三個我們把檢查的強度強化了 第四個我們運用雷禽 還有所有的高科技的裝備 嚴密的掌握海域的目標的動態 發現它有行動的異常 或者有可疑的目標 我們立刻實施這個監控跟這個領檢 所以說在這種所有的處置上面 只要海上有不法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立即來查處 所以說3月21號才會有這個案例爭獲 所以說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海巡署在整個的海上的邊境的管控上面 他們是非常持續 而且從來不會衝懈的 這一點請這個委員放心 謝謝我們海委會的主委 不過我還是再向院長請命 因為今天其實好多消息出來 包括這個紐約的監獄也有 也有這個囚犯是染疫的 義大利也有到處都有 我剛剛我們警銷同仁 海巡同仁 還有在監索服務的同仁 他們的防疫設備 絕對不能夠可靠他們 因為我也聽過我們徐部長也講過 若是可靠的話我們就依法就辦 但是要充分的去供應 不過我在這邊其實我要向院長您來致敬 其實您才是真正的治安專家 我剛剛已經在講了說 我為了防疫要做國境管制 更要重視國境管理 其實院長您有很多問題 您早就看到這些問題 早就提出解方 比如說 在九十五年六月 是您自己親自批示 我特別去調出這個資料 請內政部籌組跨部會的防治外國人犯罪機制 以有效統合外國人犯罪資訊 及相關機關權責 你親自批的 那個時候行政院就成立了一個跨部會 防治外國人違法匯報 但是在您卸任之後 就不再運作了 也是您在2006年 美國把我們的人口販運防治工作 評比為令我們非常難堪的 不及格的第二級觀察名單的時候 您就當機立斷 跨部會成立了 人口販運防治協調匯報 那時候本席還在警察大學任教 我就是委員 這幾年來是這樣 也是您在九十六年的時候 為台灣的治安展現大魄力 成立了 跨部會的行政院治安匯報 所以我們的治安能夠有效改善 我希望不僅這次防疫沒有破口 台灣的社會安全網也沒有破口 也希望院長您要展現您的魄力 來幫助國人渡過這次的難關 謝謝院長 謝謝各位 部會首長的辛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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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